专注于带来潜力球员的第一手信息 大家好,我是Terry 继昨天,旅美小家曾凡博在G联盟首次成为先发球员之后 今天小曾连续第二场代表点燃队先发出战 同样是面对国王旗下的发展联盟球队 点燃队昨天赢了3分,今天也赢球了,大胜对手10分 而曾凡博的处境也没有改变 他还是一个假先发 出场时间仅有12分钟,为全队最低 其余的球员至少都有21分钟以上的上场时间 小曾-15的效率值,也为全队倒数第二 曾凡博今天全场比赛三投零中,没有得分 只拿到了一个篮板和一个封盖 一次空切篮下,想要隔扣对手却扣飞 成为了他本场比赛最精彩的,也是为数不多的镜头之一 其实队友不传球是一个方面 而对于小曾来说,他显然也还没找到在纪联盟打球的感觉 控制犯规做得不好,而且接到球时还是不够自私 哪怕想出手时也比较仓促 点燃队本赛季一共也就不到30场比赛 小曾如果无法早点开窍,鉴于其本身的合约条款 那么他的心态将会越来越不好 和小曾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快船队今年的二轮新秀BJ Boston 虽然他在组队没有得到重用 开季以来场均只有8分钟的上场时间 只可以得到2.9分 投篮命中率仅为33.3% 但BJ却在纪联盟的赛场上越打越好 今天在对阵爵士队旗下的发展联盟球队 炎湖城星光队的比赛中BJ Boston 20投15中,3分球12投9中 砍下了46分5篮板5出攻 效率直为恐怖的39 他的46分的得分 也凭了开孟托马斯的 继联盟本赛季最高得分记录 在BJ的带领下 球队以130比97战胜了对手 BJ Boston高中时 就是全美排名前10的五星前锋 技术完成度很高 一直以来他的问题只是心态 如果让他建立起绝对的信息 那么他将成为一个非常强的战略 进入快船的轮换也是指日可淡 相比起BJ 快船队的另外一位新秀 Keyang Johnson技术完成度相对较低 还需要继续打磨 而阎湖城新光队则没有一个 可以挑起大梁的球员 球队中名气最大的当属Zia Wade 他是爵士队小老板 NBA传奇后卫 闪电侠韦德之子 Zia Wade这位民宿之子 今天仅有四投一中 三分的入仗 不辱他继联盟最强关系户的名号 兄弟们 这就本期视频 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